我們難得來到了韓國 然後呢這是小卷我第一次來到韓國 就是參加首爾車展 那我們今天除了重頭戲就是EV9的全球首度公開之外呢 也來帶大家逛一下首爾車展 首爾車展它其實就規模來說 我可能沒有台北車展那麼大喔 因為台北車展參展的品牌也算是比較多的 今天我們在現場看到的主要就是現代Tia Mercedes-Benz跟BMW MINI還有Porsha 但其他的像是日本品牌幾乎完全沒有出現在這邊 那歐洲的平價品牌像是福斯、Shikoda 也沒有在韓國出現 最主要就是這些以韓國市場為大眾的車款 那應該走到了賓士的展示 而他們最主要的主秀呢 還是EQ的電動車款 從EQS53的4MATIC PLUS EQSSUV的580 4MATIC 然後呢 主台上的是EQE家族的EQE SUV 跟SL63 4MATIC 還有一台Mindband的S680 4MATIC 大部分的車款都有計畫會在台灣上市 或者是已經在台灣上市 然後我們在G卡的展區會看到一些比較特別的車款 像是Mercedes-Benz他們為了慶祝登陸韓國市場 所推出的這個G卡韓國特使 K-Edition 20 Modern G 你可以看到這一台G-Class 它應該算是雕塑啦 不是真正的車 然後它用了這種 金屬塑膠泡泡啊 包覆在它的車頂跟車領 那這是跟一個時裝品牌所合作推出的一台概念車 在這邊展出呢 你走進來有一點像是來到了極地的感覺 所以不自覺就量了起來 相當的特別喔 那首爾車長理所當然的現代是它的主場喔 然後可以看到很多很特別的CASTER的試樣 相當的有趣 走進現代這邊 最前面的是兩台性能化的電動車 是用DEV IONIQ 6來做的這個RN22概念車 它其實有點像是IONIQ 6的N版本 然後是賽車化的設定 那除了它之外呢 還有一台既有復古造型 然後也當當有性能跟賽車感的概念車 那這兩台車呢 在帝皇經驗都曾經為大家寫過詳細的報導 有空呢 可以回去翻閱一下 其實在首爾車展呢 就像是來到了現代七雅級版的主場一樣 看到GENESIS的展區相當的大 它也是全車系呢 都直接擺在這邊 讓大家去摸試乘 去感受它們的產品魅力 而且它還開到旁邊 一直延伸到 不能夠再往車邊走 哇 這個品牌目前也在規劃 有可能在未來引進台灣 變成是一個豪華極具的全新的競爭者 那GENESIS呢 它們不管是產品設計 或者是產品力 在歐美都有蠻高的評價 主要它能克服韓系品牌 給大家的部分消費者 對於韓系品牌的刻板印象 我覺得是有機會闖出一番名號的 尤其是它們在目前在規劃呢 是以電動車為主 而是像這台Eletrofi的GP7 在現在電動車市場 幾乎已經沒有所謂的韓國情節的消費習慣之下 或許GENESIS會有機會闖出一番甜蜜 現在的這個攤位呢 台灣大家消費者會覺得很熟悉 叫Sanong 但是韓國現在已經改名字 KT Mobility 那台灣未來也會開始更名 那在主舞台呢 它其實放了好幾台電動車 好比說旁邊的 像台灣人的 那叫Torres的EVX 我們逛到了雙龍展區 剛好遇到了德哥跟孔哥在做一些職集 那雙龍呢 他們日前才發布了新聞稿 正式改名叫做KG Mobility 那未來台灣呢 也會從神用呢 重新的訂名叫做KG Mobility 包括它的CI 還有一些相關的設計都會有一些調整 那主舞台呢 展示的是 在未來引進台灣銷售的這個Torres EVX 它其實長得有點像是 GIP或者是Hammer的設計元素 看起來相當的粗廣 台灣預計引進的就是EVX的 它叫純電車型 將會切入純電中型修理機具 那我們這天在韓國呢 其實Torres在韓國路上的能見度相當高 而且它的造型相當的細菌 所以只要開在路上你覺得很快就會辨識出 就是一台雙龍的KG Mobility 就是這個Torres 其實我們已經把這次所有的車展 跟台灣的關係 或是未來可能引進的車款都看過一點了 就像我們一開始講的 它規模其實沒有很大 比較像是區域性的車展 著重的是韓國他們自己本土產業的發展跟車款銷售 那今年他們其實更名叫做了Mobility的秀 所以它聚焦的不再是汽車 而是整個移動產業 我們在整個展區內幾乎看到的都是電動車相關的一些展品 跟一些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韓國他們已經把整個移動產業 往電動化去做一個考慮 那我們期待未來台灣也有類似的張覽 可以讓台灣的消費者更了解電動化的這個移動趨勢 電視網際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事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一個真是樹立校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我抱歉的小動作 要選到你們也看到嗎 台下友們 地鐵網地鐵線人邀您一起上線 很快 無限 快